好 没错 房价持续的飙涨 很多人都会犹豫到底要直接买房 还是要继续租屋才会比较划算呢 这对高雄的夫妻他们就说 他们租房超过了十年了 累积起来已经付了两百多万的租金 不过今年房东又要涨了 因此他们最后决定什么 决定直接买房 不想要再来付租金了 但他们从今年二月一直看到现在 针对高雄的男子区可以看到去年的部分 一平是三十万元 不过他们今年发现已经来到了三十六到三十七万了 针对市区的预售屋三房总价 更是来到了一千八百万到一千九百万元 但确实根据这个房产集团他们统计 因为这个地区受到台积电他们效益的影响 因此成为近五年七都之内 房价最高幅度的一个区域行政区域 因此这对夫妻才会觉得说 这个房价怎么会越来越高了 但是我们提到夫妻两个人 除了说买房是人生中的大事 度蜜月也是有不少对于新人来说 是一生之中难忘的回忆 我们可以看到这对夫妻她说老公 老公说他们刚登记完预计下半年 就要出国来度蜜月了 不过她也抛出了疑问 她说她月收只有五万块钱 老婆则是四万七千元 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能国旅 或者是去东南亚呢 但是偏偏她的老婆又说什么 她说她想去的地方是希腊耶 那么她就说他们到底预算要多少才够呢 那我刚刚看到这篇文章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现在旅行社他们最新的公告 如果八月份你要去希腊的话 一个人玩十二天 大约是十五万元左右 不过当然还是要看每间旅行社 他们价格是不同的 对此也有网友是提出了 他们过往的经历 有人说她去年到了意大利玩十四天 两个人是大概四十四万元 也有人说和老婆参加了什么 德瑞的高集团十二天是花三十八万 很花钱但是很好玩 但是也有人说 其实她觉得跟月收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的存款 但是呢我们提到说这个夫妻呢 我们也提到下一张图表 可以看到有媳妇她是抱怨 她的度蜜月就不是这么顺利了 公婆呢是想要出钱 一起去赞助了五万元 并且是说 没关系你们玩你们的 不用跟我们走在一起 不会影响到你们 但是呢您可以看到她说 噩梦开始了 只要到那边的话呢 婆婆不管是国内转机位置要一起 喂袋鼠要一起吃三餐 也要坐在一起 因此呢她最后下的结论是说 没事就不要和婆婆一起出婆 当然呢也有网友说 全额赞助呢她是不考虑的 她觉得蜜月就是要两个人 也有人说呢要请先生 再补你一个蜜月 或是出钱的话 谁就是老大 因此她觉得说 婆婆的这个做法是 没有问题的 不过呢我们提到婆婆 到底要不要跟着一起出国 到底要不要来赞助呢 其实呢在网路上面 也是引发了一阵讨论 那我们再把时间先交还给 棚内主播 好